歡迎收看宏觀熱點 我是劉鴻 據彭博社匯編的數據顯示 美國軍艦去年全年穿越臺灣海峽的次數降至4年來的最低水平 這反映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哪些變化? 未來兩岸關係又將如何發展呢? 下面我們連線臺灣著名時日評論員邱毅 聽聽他的解讀 邱毅老師您好 嗨 劉鴻好 代媒報導指 美國軍艦去年全年穿越臺灣海峽的次數降至4年來最低 對此您怎麼看呢? 那麼這反映了美國對臺政策的哪些變化呢? 在過去的一年 美國對臺政策明顯有了變化 那變化的內涵是什麼呢? 表面上來看 美國仍然持續地給臺灣提供武器、提供軍設 也加強美台之間的軍事交流跟軍事合作 但是不管賣給臺灣的武器的內容 還是美軍對台軍的定位都已經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在整個戰略的思維上面 基本上走向了不對稱作戰模式的戰略思維 也就是說美國汲取了俄烏戰爭的經驗 把臺灣打造成第二個烏克蘭 而降低美軍在台海的直接介入 然後由美軍去積極地打造 要強化台軍 讓台軍成為美軍的代理人 代替美軍 代替美國 成為去挑釁大陸的一個代理人的角色 而這樣的做法最大的目的 就是利用臺灣去削弱去耗損大陸的國力 來維持美國的亞太大權的地位 這也是美國所謂的兩面手法 一邊來說在檯面上 美國很積極地促成 在去年11月14號的習拜會 表面上也緩和了中美之間的緊張的形勢 但是呢 美國利率方面又積極地提供給臺灣武器 又積極地去為臺灣做台軍的強化訓練 他的目的無非就是要提高台獨的企業 使得台獨更有底氣 能夠去搞一五巨頭 這就是美國的兩面手法 一邊在台面上由美國自身去做白臉的角色 另一方面又去鼓動了台獨 又去培遲台獨去做黑眼的角色 美國的這種雙面的手法 其實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為了強化美國的霸權地位 就是為了耗損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國力 您認為2023年的兩岸關係將如何變化 那麼哪些因素將會帶來關鍵性影響呢 大致來說吧 2023年兩岸的緊張的形勢不會下降 不但不會下降 而且可能會隨著大選日子的逼近 而會上升 而我認為有三個因素是必須考量的 第一個因素 美國剛剛出爐的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 是經過15輪的投票 整整四天的時間才得以上位 他為了挽回共和黨的顏面 他勢必要跟他的前任佩洛西 要不別苗頭 所以他一定會在今年大陣仗地安排 串跑台灣 不管在上半年下半年 都會造成台海相當程度的衝擊 而且他的衝擊 勢必比去年的佩洛西串跑台灣 要來的更大 第二個因素 在未來的一年內 我相信有很多 住廠台獨企業 挑釁大陸紅線的一些政策 會一一的出爐 那麼第三個要考量的就是 2024年的大選 在今年開始就進入了大選的關鍵 蔡英文當局 他一定會打抗中保台的牌 儘管過去求和一選戰 好像抗中保台已經失靈了 但是民進黨 仍然民進抗中保台 散動反中仇中的民粹 對他們的選情是有利的 而且美國也要大選 美國國位裡面 不管共和黨民主黨 一樣的也會去 散動仇中抗中的民粹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我才會說 今年的整年 兩岸之間的緊張形勢 不會下降 反而有可能會上升 我們會不會下降 市民進抗中保台的